速览全球市场聚焦财经热点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财经连线 3月首个交易日,美国三大股指全线大幅下挫 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 截至收盘,道指跌1.76%,标普500指数跌1.55%,纳指跌1.59%,银行股领跌市场 低温局势不确定性使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从来削弱了银行的盈利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发生转变 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Fatwatch工具显示 其美联储3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高达99.8%,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降至0% 受外围市场影响,今日A股三大指数低开后弱势震荡 截至收盘,创业板指跌1.77%,生成指跌1.05%,户指跌0.13% 与A股一样,香港股市今天也撑压 截至收盘,恒生指数下跌1.84%,报22343.92点 恒生科技指数跌2.71%,报5015.74点 受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日大幅冲高 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双双突破100美元每桶关口 创2014年以来新高 WTI原油盘中一度涨超10% 当日,国际能源署理事会发表声明称 其31个成员国同意从紧急储备中释放6000万桶石油储备 稳增长政策靠前发力效果显现,2月PMI回升 数据显示,2月PMI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连续4个月位于景气区间 2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6%,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服务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延续恢复态势 今年以来,多地调整购房相关政策 房地产企业融资环境不断优化 市场预期逐步好转 目前,上海多家银行首套房和二套房房贷利率下调 郑州于3月1日出台房地产新政 称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引导在政金融机构加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投放 下调住房贷款利率等 有关国内楼市的情况 我们来连线21世纪经济报道地产课题组研究总监张敏 张敏您好,请带来您的解读 进入2022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升温的过程 主要体现在热点城市 我们能看到热点城市的交易量其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 那房价也出现了只跌回升或者是降幅收窄的一个情况 当然现在这个市场热度跟去年同期比还是要差一些 但是比去年年底的低迷状态还是要有一些好转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政策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信贷层面 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是在下降 放款周期也在缩短 那另一方面就是在地方政府层面 今年以来有数十个城市出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支持性的政策 大概包括降低首付比例,放松落户限制 松绑攻击机政策等这些方面吧 这些政策对于市场的支持还是比较大 我们也看到在昨天也就是3月1号 郑州出台了一个文件 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这种19条的具体的措施 而且他受关注的一个一点 也是因为郑州的措施的对需求的支持力度 比别的城市还要更大一些 因为他也提到了就是父母到郑州来投亲养老 其实是允许家庭新购一套住房 那么包括郑州首次首个取消了任房优任贷 这样的一个标准 这其实是购房门槛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降低 另外在企业方面他也有一些纾困措施 比如说鼓励金融机构对受困的企业贷款进行展期 这样的一些做法 其实都是别的城市没有过的这种做法 所以整个这些措施对市场的这种支持的力度是非常的大的 也能够看到地方政府的一个决心 我们都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 在去年下半年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 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信贷政策的收紧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金融机构的应激反应的一个因素 因为去年的话 有一些重要的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了流动性问题 那么导致一些金融机构 对于整个房地产领域的贷款出现了一些收紧 那么从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 监管层也开始不断的进行政策的一些纠拼 这当中有两个表态比较值得注意 一个是去年年底的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 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利好政策 尤其是在市场出现了半年的下滑以后 这样的一个表态的话 对于市场的一个信心是有一个很大的提振作用 还有一个是今年的2月24号 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住建部的副部长霓虹也说到 保障刚性住房需求 满足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其实这个表态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细化 因为他提到了不仅是保障刚性需求 还要第一次提到满足合理的改善性需求 这也是一个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具有利好特性的一个表态 当然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 这样的就是这种频繁的对市场的一个支持 是不是意味着政策有些翻转 我觉得有一点一定要认清 就是不管在监管层还是很多职能部门的表态当中 都能够看到对于今年房地产市场的定位 其实没有变化的 也就是维持稳定 所以说政策在回暖 但是并不意味着政策层面会出现比较大幅的反转 那市场同样在回暖 但是对于整个市场的反弹幅度的话 也不应该有过于乐观的预期 谢谢张敏 市场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在痛通胀促增长方面的对策 当地时间3月1日晚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 此次演讲恰好发生在拜登国内支持率低迷和国际局势动荡的尴尬时期 拜登讲话释放了哪些信号 我们来连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翔 吕老师您好 拜登回顾了执政以来在抗议经济复苏方面的成就 您如何评价 拜登确实谈到很多经济问题 但是他这个是美国领导人的习惯 美国领导人的习惯都是只讲成绩不讲问题 而且讲成绩的时候也仅仅是用那些小事来替代大事 真正严重的问题不会出现在这种国情演讲中间的 但是我们知道当天现在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数据 包括他演讲前这一天所发生的这些各方面的数据 都是非常严重的 而这些严重问题恰恰又不在他的讲话范围 比如说这一天全球的油价飞涨了5%以上 这个对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恰恰这些最重要的问题 他没有提 关于疫情的影响 他也试图制造出一种气氛 仿佛是美国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事实上 你看他们这一次 这个全体议员没有戴口罩的 而且美国也发布了相关的指令 这个关于口罩问题 已经完全就放弃了对新冠的这个防护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最新的数字 美国死亡人数是95万2000多 这个是非常大的数字 而这个不管是由疫情直接造成的劳动力损失 还是其他间接原因造成的损失 美国劳动力在过去两年间大概损失了大概1000万 至少是1000万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也是造成美国目前产业链不畅 劳工短缺这么一个问题 已经对经济的发展发生了一个剧烈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已经进入了一个叫长期的一个下跌的趋势 我们看美国四大股指 标普道雄斯 纳斯达克和那个Russell 2000 这个跌幅在过去两个多月中的跌幅都是可观的 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要看这个股市 我们在美国听到很多人说股市是美国的资金池 是吧 是个蓄水池 它到底是一个蓄水池还是一个验射湖 现在看我更倾向于后者 所以未来几个月可能是我们观察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时候 甚至不是几个月 可能就是一两个月 我们会看到不仅是美国经济 这个如果我们考虑到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变动的话 全球经济在未来一两个月可能都会有剧烈的变化 这个现在是一个极不确定的时刻 拜登提到要通过投资美国制造业来加强其供应链 这能否实现 能否有效应对通胀问题 这个能不能实现 这是我们看奥巴马时期就提出 当时没提出供应链这个概念 希望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 奥巴马那个时候刚上任的时候就找到苹果的乔布斯 说你怎么样把工厂要搬回来 乔布斯说你给我9万名工程师我就搬回来 这个美国政府是完全做不到的 我相信他们现在要做的并不是说 把一切所有的供应链都搬回美国 关键他们可能还是指的是一个关键行业的供应链 现在我们真的不好说 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 这个所谓的供应链回归的这么一个目标 这是不确定的 尤其在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动荡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更不确定 好的 谢谢吕老师 以上就是本期全球财经连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